身穿粉色上衣的他就是被指控 竊取極光公司機密的消信前員工 涉嫌協助民道經紀人竊取內部資料被告上法院 身穿白色西裝的是藝人民道經紀人李詩翔 和小S丈夫徐雅君合資開設保養品公司奧達市 2021年理念不合退出 接手經營的大股東極光公司卻發現 李詩翔疑似靠著極光公司這名消信員工竊取機密 侵吞公司超過4000萬資產 李詩翔和公司副總被一背信罪起訴 但極光公司追查發現 這名消息女員工涉嫌把公司的客戶名單 以及訂單出貨和庫存記錄 給民道的經紀人李詩翔被公司提告違反營業秘密法等罪 日前遭到起訴 極光公司這名女員工不是公司的主管或幹部 任職5年的時間 但卻擁有大筆的房地產 包括其中一棟在大巨蛋旁邊 消息女子任職期間 除了涉嫌協助李詩翔盜取公司機密資料 還被發現做五本生意侵占公司高價的衣服 擅自販售謀利 極光公司申請假扣押 才發現她除了雙北市精華地段都有房產 名下更有超過10筆土地 一般職員卻擁有超過2億元資產 被懷疑和不乏所得有關係 她比平常早 比所有人都早到公司 然後就是頭頭摸摸的 所以公司才去說 去質疑說她是不是有竊取一些什麼資料才提告 警方是有在她家查扣到她重置公司大量的資料 究竟這名員工是不是李詩翔的內應 資產和犯罪所得有沒有關聯 只能交由法院釐清 但明到經紀人官司還沒結束 又衍生案外案 風波還有的燒 TVBS新聞綜合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